问,护心燕回为什么黑化,不就是问天药为什么伤害燕回,依次冷酷无情无理取闹?黑锅有人背戏,永远不缺背锅人。是什么让天药突然对燕回不友好了?说好的一起升级打怪斯前任呢?剧情瓜先干为敬。 护心燕回黑化是因为天药的原因受到了伤害,这和直接被天药伤害还是有区别的。天药即使假装冷酷无情无理取闹,初中也是为了守护燕回以及本心。为什么横生枝节,好事变坏事,纯为剧情服务?恋爱仙侠剧必有虐点定律,不能破。 黑锅又大又圆,天药不想背,可以人给素颖,素颖不想背成二,回扔天药也是可以的。 咱就是说,如果燕回不帮天药,就不会被偷上与妖邪为伍的大帽子,被吊起来捏。 某男配也不会为了救燕回领盒饭,刺激地燕回黑化,孵化到变黑红风。 又或者,如果天药没被素颖骗婚,后面这一系列事件,包括燕回白切黑都不会有。 再退一步,如果素颖没被天药喜欢上,想骗婚也没得骗,更整不出幺蛾子。 扔锅循环往复,总之没有赢家就是了。 某种程度上来说,天药前任素颖还蛮惨的。 自己开了一家修仙门派,甭管是白手起家,还是接班继承,都是个大老板不是。 不知道是没有老板思维,还是找不到专业打工人。 一出点啥事,永远是素颖撸起袖子亲自上。 工资照给,能派服照发,员工集体摸鱼放飞自我,最多冲个门面。 素颖无比暴躁,指望不上劳动法,打骂员工照样亲自上。 虽然打人骂人都是不对的吧。 感情生活方面,爱上素颖的小鲜肉变中年大叔,还失忆再昏了,和素颖要死要活的。 素颖貌似也就能欺负欺负天药,找找存在感。 天药也不说报复,首要目标是恢复身体,还有实力。 宴回站队天药,可不就得罪了素颖。 以素颖简单粗暴的做事方式,不逼得宴回黑化,或者下线, 都对不起他这人设。 看图说话,这俩是谁不重要,关注点也不要放在拉手上, 请君清儿听听这小台词,某地儿已经空城, 素颖领导的广寒门将百姓牵走,是要对主角团赶尽杀绝的节奏。 该说不说,素颖是懂不节责而鱼,不与死网破, 要走仙门百姓长期发展路线的。 但是,这不代表,他就是仙侠剧中的清流, 不惑或天下苍生了。 毕竟,妖怪也是众生中的一员, 却被素颖排除在外,往死里欺负。 宴回在这方面就比素颖强,和妖怪能处。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 这不就被素颖抓住小辫子,进行公开审判了吗? 有女主光环护体,下线不能够,被折磨并不能跳过。 宴回也是够惨的。 加上有人为了宴回牺牲,宴回就黑化了。 天药无心伤了宴回的心, 也和宴回有点闹掰,哄了好久才哄好。 素颖先得罪了男主天药, 后又招惹了女主宴回, 作为反派前任注定要凉凉。 不凉都对不起宴回换了黑衣服。 下注归。 下注归。 感谢观看